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談點什麼呢 我今天談一個比較聳動的標題 叫台積電保衛戰 台積電何來保衛戰呢 台積電不是遙遙領先嗎 是啊 台積電遙遙領先 但是呢 朝鮮半島有一個新的局勢發展 文在寅下去了 文在寅這個親中的下去了 文在寅因為太親中了 引起美日的疑慮 所以每日不相信三星 不相信韓國 所以呢 台積電才有機會彎到超車 現在呢 朝鮮半島這個局勢呢 我認為台灣人要比較警惕一下 引錫月他當選了 然後他當選的時候 很高調的親美 高調親美 把文在寅時代的七個將軍全部換掉 然後呢 當天就去拜訪了那個什麼 美軍在駐韓的那個基地吧 然後很高調的做了這些事 這在幹嘛呢 引錫月在告訴美國 我靠向你了 我現在全心全意 我要遠離中國 要靠向美國 拜登也給予他最好的回應 一般來講啦 台灣 日本 韓國這幾個國家 他們的總統 心血上的總統 都一定要去美國去拜訪 結果你看 拜登給了引錫月多大的面子 不用你來拜訪我 我來看你 所以拜登的亞洲之行呢 第一趟是到韓國 他不是先到日本 先到韓國去 引錫月呢 帶了拜登去看什麼 看三星的 三奈民的場 為什麼 為什麼 全世界都想複製台積電 全世界都想把這先進製程拿在自己手上 其他國家沒有這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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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就是韓國還有這個根基在 韓國畢竟還比台灣差了一點而已 他不是差很多 所以呢 而且它的三奈民就是用GAA系統 台積電還是用FinFix系統 台積電還是用騎士廠效電晶體系統 台積電三奈民八月份量產 還是用FinFix叫做騎士廠效電晶體的系統 而三星這次是改做GAA系統 但是他GAA系統量力非常低 所以他三奈民到底什麼時候量產 其實還不知道 但是他已經很高料的推出了 這個應該怎麼說呢 台積電為什麼還用FinFix系統三奈民的 因為台積電三奈民的FinFix系統 還能夠克服這些所謂的電子穿碎效應的 這些問題嗎 因為三星他早就五奈民他就克服不了 所以他五奈民做的那個 蕭龍泡泡泡的時候 不是有嚴重的漏電問題嗎 降頻嗎 發熱嗎 就是他的那個電子穿碎效應 他解決不了 這個要弄清楚 台積電三奈民還在用FinFix系統 表示我的技術比你好 我還不用去搞GAA系統 你三星你很強是吧 你用GAA系統 你五奈民三奈民 全部到今天還翻車啊 你兩率還沒上不來 但是這個這個東西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什麼 戲劇性 那給人感覺說 哇人家你看 三星用了新系統呢 GAA系統呢 台積電要兩奈民才能用GAA系統呢 台積電是不是落後了 錯錯錯錯錯錯錯 這不是要落後 這技術比你好 我還不用去用GAA系統 因為我FinFix系統我已經用很久了 我很熟練了嘛 我很熟練的之前我幹嘛要去改 除非我已經真的應付不了 所遇到的問題 他才要去改系統嘛 台積電絕對可以應付 所以這些三奈民 可以還繼續用FinFix系統 兩奈民要改GAA系統 所以這兩奈民可能 24年到25年吧 我覺得24年可能上不了 可能要到25年嘛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要談的是說 美日韓 這個同盟形成 這是個 對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威脅 美日韓的聯盟一形成 它是軍事聯盟 但它也有可能是科技聯盟 有個跡象你可以發現嗎 三星的手機本來在日本 是沒有人要的好不好 日本人誰跟你買三星手機啊 現在三星手機在日本的 戰友率達到13% 很嚇人 很嚇人 這代表什麼 日韓之間的民粹主義 種族主義 種族效應 在緩解 在緩解 美日韓 美日韓這個同盟基本形成 基本形成 美日韓的聯盟 科技聯盟 軍事聯盟 政治外交聯盟 他會把台灣踢出來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我之前講過嘛 台美日 新變第一聯盟 第一踢隊的 這個聯盟是很堅實的 我以前一直說 不會有第四個國家進來 現在韓國好像要進來 這個就是說 尹錫月他看清了 繼續親中 韓國只有死路一條 韓國繼續親中 他只有死路一條 首先他的科技 他的芯片 基本上 開始落後台積電了 這個路繼續走下去 韓國的三星會出大事的 不出問題 因為三星現在只剩下 記憶體的優勢 這個台積電要超越他很容易的 台積電不是聯合了美光嗎 劉德伊不是講過嗎 美光的技術比三星好嗎 代表什麼 台積電跟美光一聯合起來 反擊你的那個記憶體的話 你三星可能會出現財務問題 他今年會出問題 所有根基就是在 所有根本原因就是 你文在寅親中 文在寅親中 尹錫月這個人還是聰明的 還是聰明的 他馬上一上台馬上轉向 把韓國的國策做了180度的轉向 而文在寅下台的時候 他都還想求見那個拜登 拜登鳥都沒鳥的 這個氣象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幹嘛 你文在寅不聽話 現在你下台我們不理你了 甚至文在寅 我這邊預設文在寅 必定坐牢 必定坐牢 尹錫月絕對不會放過他 尹錫月那個什麼 青瓦臺都不願意辦公了 搬到一個什麼 美軍那個什麼地方去 他怕 文在寅時代 所有的親中的這些人 給他做梗 甚至做切聽器 什麼的一大堆問題 避免這些紛爭 把你文在寅就有實力 一概的割掉 這個切割 這個切割越用膩 我認為 我認為這個就是 對美國的 一個投名狀 我們要看的話 就是觀察的話 這個投名狀 對台灣的影響 如果說把台美日三國的第一梯隊聯盟 增加一個韓國 成為四國聯盟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以韓國人的陰暗狹隘的特性 對台灣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台灣現在更需要 更需要去 大力的扶持台積電 世界各國 對自己的芯片 都擁有最大力的扶持 台灣沒什麼扶持到台積電 台灣的台積電 是靠自己野蠻生長起來的 野蠻生長起來的 所以台灣人要警覺 台灣人如果 失去台積電的絕對優勢 對台灣真不是好事 我常常講嘛 現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家庭 都要用到台積電的芯片 所以西方國家 包括每日不會讓台積電 被土共佔有 這樣的話 打到美國本土影響還大 土共打台灣 比打到美國 打到日本本土影響還要大 是吧 因為台積電實在影響太大 這個絕對優勢 唯一的 唯一的破口 有可能是 韓國 所以台灣之前 啟動了一個叫 Cure Korea 幹掉三星 幹掉韓國 這個系統還沒有啟動完整 韓國已經轉向美國 這個我覺得 我們可能要很小心 台灣人要很小心 當然 當然如果共同發展 共同 共同 把這個地球帶到一個 新的維度 這個都是好事 三國聯盟 台美日的聯盟增加一個韓國 也未嘗不是壞事 所以我要密切觀察 密切觀察 狹隘的韓國 你看韓國人 你看韓國人 在世界上不受被代見 全世界都不喜歡韓國人 你看他的球隊 他們那個樣子 他們那個陰暗的個性 確實是 說實在 確實對台灣是一個威脅 所以呢 我們感受到這個壓力 感受到這個壓力 特別做一個節目 做一起節目 來提醒台灣人 提醒台灣人 台灣人應該沒有幾個人 喜歡韓國的 應該沒有幾個人 喜歡韓國的 當年台灣人 最大的夢想 好想超越韓國 現在超越了 現在超越了 各方面都超越了 人均所得都超越 科技也超越 人均所得也超越了 什麼都超越了 但是 韓國人家也要 叫台灣 人家也要反擊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真的要提醒台灣 當然我是無能為力 我們無能為力 但是看到這個現象 憂心忡忡 憂心忡忡 台灣必須要一直維持一個 絕對領先 必須維持這個絕對領先 否則台灣的國際地位 會有動搖 會有動搖 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問題 我剛剛講的是說台灣 必須要警覺的地方 但是有一個發展趨勢 對台灣相對的還是比較好的 習大傻 習近平這個習大傻 他居然向美國宣戰 從何說起 美國一直 一直在盯著土共 盯著習近平 你有沒有去援助 幫助俄羅斯 這個是全世界 現在對習近平最大的一個忌憚 可是呢 在 拜登這樣的訪問那個 日本的時候 25號 25號訪問日本的時候 我們習大傻居然跟俄羅斯 共同巡航 他們各派了六架戰機 戰風機 巡航對馬海峽 引發了 日本跟韓國的 戰機的升空攔截 一度有一些 危險的態勢 危險的情況發生 這叫習近平在挑釁 拜登還在日本 他還沒有走 你這是幹嘛 打到家門口來 這種東西我認為 我認為 我認為這就是一種宣戰 只是不宣而戰 我習近平已經跟俄羅斯站對了 我不管你們怎麼樣看我 我也不再做戲 不再牛你做態 我就擺明我跟俄羅斯聯合 聯合演習 聯合跑到你家門口 然後你拜登在日本 我就在對馬海峽跟你玩 這種局勢是很魯莽很莽撞 而且很匹夫之勇的做法 國際上好像沒有人這樣玩過 習近平真的這樣玩 所以我說他小學生 他真的是小學生 真的蠢的要死你知道嗎 我長這麼大就沒看過 這麼蠢的一個國家領導 而且是世界上第二大國 中國人怎麼那麼倒楣 中國人那麼倒楣 找了一個這樣的人來當總統 來當主席 很怪異 這種莽撞他要付出代價了 這種莽撞他要付出代價了 靜觀其變 各位靜觀其變 這個後續的發展 絕對出乎你意料之外 就是出乎你意料之外 當然習近平會這樣做 也是他感受絕大的壓力 因為第一島鏈的文在寅這個破口 被美國補起來了 而且這個補的簡直是太完美了 你知道嗎 那個尹錫悦 靠向美國那全新投靠 那個叫做什麼 身心靈全新的投靠你美國啊 中國是沒有機會啦 中國已經不可能再挽回 跟南韓之間的關係 這個事情他感受到 這大傻感受到壓力了 他真的感受到壓力了 那這個事情後面 這圍堵就會更加綿密嘛 這個就所謂的 所謂的亞太的北約嘛 亞太小北約嘛 這個就是北約東擴 他們也不是拿北約東擴當藉口嗎 去搞烏克蘭啦 我就讓你徹底的看看 什麼叫北約東擴 北約不是東擴到烏克蘭的 東擴到亞洲啊 美日韓台 基本上這個聯盟應該是很明確的 大傻確實那個壓力是 從來沒有的 從來沒有的 這個壓力他頂不住了 我認為他頂不住 不然人家大傻了 頂不住你也要頂啊 但是頂不住他就像小孩一樣吵架 吵架 那個菜道在你家晃晃 很可笑 那是幼兒園在玩的事好不好 小孩子在玩的事好不好 大人要打你是不動聲色的 大人之間吵架 要動你要砍你是不動聲色的 大傻 大傻這一塊做的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現在的 對台灣有一點點好的影響 因為他已經把亞洲最大的軍火的火藥庫 台海順利的移轉到朝鮮半島 順利的把台灣的 台灣一個國家主要承受的壓力 順利的轉移到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第一 韓國比台灣大比台灣強嘛 韓國的武器外銷全世界第九名 韓國本身武力不差 加上日本嘛加上美國嘛 這樣台灣旁邊也可以支援一下 所以這個統統我認為比台海之間的 這個火藥庫放在朝鮮半島 或比方在台灣海峽更有可控性 盟軍之間更有可控性 如果這個火藥庫一直放在台海 台灣真的有一點承受不住 台灣太小了 台灣GDP也不夠 不夠承擔起一個整個第一島鏈 最前沿的這麼重責大任 這有點承受不起 所以這個局勢我認為 是一個對盟軍最好的發展 最好的發展 因為第一級如果真的發生什麼 其實盟軍是承受得住的 如果這個第一級發生在台灣的話 台灣有一點承受不住 首先你的台積電你就要停產 你停產全世界哪裡受得了 台積電誰受得了 台積電停產全世界哪一個國家受得了 但凡你稍稍瞭解現代科技你就知道 沒有一個人能承受台積電停產一天 好不好 這不是台灣人自摧自擂 這個是一個正式的局勢 而大傻 習大傻因為 中國人稱他為總加速師 加速共產黨滅亡 總加速師 這個外號是我認為最好的一個外號 確實現在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中共現在內部的所有的經濟壓力 財政壓力已經大到無法想像 無法想像 真的中國中國是一個系統性崩壞的國家 系統性崩壞 它完全沒有任何人能夠挽救這個國家 整個系統的崩壞 你想想看從金融從地方財政 從國家財政 房地產可以產成這樣 鋒利產漲了幾十倍 賣土地的地方政府 沒錢 蓋房子的房產公司 沒錢 賣上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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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大欠了兩萬億 碧桂眼欠了一萬億 所有買房子的人民 也沒錢 想請問你 那這房價漲了十幾倍 這個利益誰拿走 跑哪裡去 跑哪裡去 再加上你看整個 這張國防好了 他的貪污程度 我跟你講他不打 不打還罷 一打起仗來 他的貪污程度不會比俄羅斯好到哪裡去 他的疫苗 因為無效疫苗 強迫全國打無效疫苗 所以現在他必須封城 因為他如果讓這個疫情也蔓延起來 他的疫苗是無效的嘛 他承受不住 不像我們民主國家 疫苗打了 像我昨天就去打了第二劑疫苗 今天打了BNT第二劑疫苗 我們打的是好的疫苗 是有防復性的 所以可以考慮跟病毒共存 這樣的話 不影響國家的經濟 台灣的經濟還要繼續往前走 我覺得 我是覺得台灣可以的 可以放開了 疫情可以放開 讓他共存 讓台灣的經濟重新恢復活力 這個時候 台灣又要往前衝一波了 又要往前衝一波了 但是 共產黨在這種系統性的崩壞之下 無能為力的 什麼都綁手綁腳 就很簡單 就像我們說一個人說了一句謊 後面有一百個謊言來圓謊 他現在工作就在圓謊 你知道嗎 他現在只能做圓謊 他沒有辦法往前走 你一個誠實的人 我每一步路都腳踏實地往前走 哪怕再大的困難 誠實地告訴台灣 告訴他的國民 我們遇到什麼事情 大家一起往前走 土共不是 因為他要享受特權 他要割你的韭菜 他要佔盡所有的便宜 所以他什麼話都是謊言 所以為了圓謊 他會用盡所有的力氣 然後 當真正的危機來的時候 他一無能為力 一無所有 這是中國現在面臨最大最大的問題 我跟你講系統性的崩塌 系統性的崩塌 是無能為力的 你現在再來一個神仙也沒救了 你知道嗎 現在中國在降臨一個神仙 他也救不了中國的經濟 這樣救不了中國的整個制度 已經爛到什麼程度 沒有一個敢說實話 所有人都在欺騙 就像以前 以前那個什麼 清朝的時候 我們都 中國人喜歡把清朝拜王 推給一個女人 叫做慈禧太后 那個時候不是所有大臣 也不敢跟慈禧太后講真話嗎 所有都是 講的都是那些 那些 那些華仲取寵的話 那些那種謊言 欺上瞞下 中國現在就正面臨這樣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現在中國沒有一個女人 讓你承擔這個責任 清朝你可以說是實習太后這個女人 習近平 你沒有一個女人 可以來幫你扛這個責任 中國人什麼事都要推給女人 這個故事大家都很清楚 什麼達吉 什麼什麼什麼 楊玉環 反正 好像任何一個朝代拜王 中國人都要把他推給一個女人 男人都沒事 男性社會嘛 男人是絕對偉大光榮正確的 男人都沒事都是女人嘛 清朝拜王也是實習太后嘛 哈哈 習大傻 你現在如果 你現在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給完完 你把責任推給誰 推不了了吧 沒人可以推了吧 輪到你要承擔這麼大的後果 輪到你要承擔這麼厚厚 不過這個總加速師總是齁 名不虛傳啊 江湖的遙遠真的是成真 這個總加速師真的要把中國帶入一個 絕對的絕對的不可逆的一個泥道裡 這個崩塌是無法回復的 無法回復的 我們盡觀其變嘛 所以現在每天的那個局勢的發展 跟以前真的不一樣 真的跟以前不一樣 而且每天的發展都有關鍵性的改變 都有關鍵性的改變 大家共同去關注時事吧 共同去關注台灣的命運吧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現在已經不是那個什麼 我只做好我自己 然後不犯法 不給社會帶來困擾 就好的時代 台灣真的走入一個 什麼 節點嘛 一個歷史的關鍵點 要往前衝 台灣是要往上衝 或者要被拖進那個 拖進那個泥道裡 拖進土工的泥道裡 這個台灣也要去深思 你看國民黨到今天 國民黨到今天還沒有 要不要活明白 國民黨到今天還沒有活明白 像那個誰啊 洪秀珠 洪秀珠這樣時間去中國 你看去配有人家大外宣說 什麼新疆的問題啊 新疆沒有什麼 新疆我去過三次好不好 我可以出來作證好不好 新疆經歷的什麼事情 我親眼看到了好不好 我去那邊推廣過我的生意 我去過三次 因為新疆還有一些朋友 有些話不好說 我不想影響到朋友 懂嗎 如果真的有什麼 台灣如果真的要反滲透法 來抓那個洪秀珠的話 我可以作證好不好 新疆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親眼所見 好不好 這種事情 國民黨啊 你們再不跟洪秀珠這些 親共舔共的切割啊 我跟你講 國民黨你就 你就 消失在歷史的灰燼當中啊 國民黨 我不喜歡你啊 國民黨 我先跟你講 我不喜歡你 但是我怕你完蛋了 怕你完完 我怕你完完啊 因為我不想讓民進黨一黨獨大 我是綠營的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我是綠營的 甚至我有一點 也有一點 基本教育派的味道 我基本上是希望台獨的 但是我也不希望你國民黨倒耶 你看你國民黨 窩囊到什麼程度了 窩囊到你的敵人來幫你 因為我不想讓台灣 成為一個民進黨獨大的一個國家 這不是好事 這不是好 需要監督 台灣需要兩黨政治 需要監督 民進黨 民眾黨我就看不上 民眾黨我根本不記得自己希望 好不好 最後我還是希望你國民黨 最後給你一個喊話 國民黨的正統請站出來 請站出來 國民黨你的反共的國民黨 正南起請你站出來 別再丟臉了 台面上只剩下一些不敢反共 舔共金共的人 你國民黨你還有什麼臉 活在這個世界上 先讓你的敵人 敵人來疼惜你耶 丟不丟臉啦 你拿出你的黨魂來好不好 拿出你反共的黨魂好不好 但凡你國民黨找回你反共的黨魂 我認為台灣能支持你的還是 還是有一定的比例 你要重返執政 除了找回你的黨魂 找回你的反共的 立黨的基礎之外 你沒有第二條路 你親共吧 你再舔吧 再親再舔 人家現在不是不喜歡你 是看不上你好不好 半個台灣人都看不上你們啦 這很丟臉啦 男人是不是要站出來好不好 是男人就站出來好不好 躲在後面 像龜孫子好不好 你到國民黨你正南起 你站出來 我相信你還有一定的支持度 否則你讓現在這些人 台面上國民黨沒有一個敢講一句反共 這個簡直是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國民黨不敢反共這也叫國民黨 最後祝福國民黨好之為之 好之為之 謝謝各位 今天到此為止 謝謝各位